哈喽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小杨教大家怎么给这台2001年Honda Civic LX换发动机的空气滤芯 我们所需要的工具也非常简单 一个发动机的空气滤芯 我们可以在美国的AutoZone Walmart 还有O'Reilly都可以买到 然后一个十字螺丝刀 第一步 我们打开发动机的机舱盖 你只要往上一抬 机舱盖就可以打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支架 弄好 支架搭好以后呢 这是我们的发动机 那这个呢 它不是一个空气滤芯 这里面才是我们的空气滤芯 那用十字螺丝刀依次给这几个拿出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后面 五个 六个 七个 总共是七个螺丝 非常尴尬 因为这车太老了 很多这个十字螺丝被人拧的太多次已经弄坏了 所以十字螺丝刀已经弄不开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八毫米 把八毫米这个头放到我们这个扭力扳手上 扳手 然后我们把它整个抬起来 看一下 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但是因为 哇塞 这么脏 当我没说 这个很脏 然后把这个旧的扔了 然后打开我们新的滤芯 这是新的发动机空气滤芯 我们给它放上去 就对齐一下这些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有胶圈 给它按下去 然后确保这些旁边的胶都卡在对应的地方 空气滤芯 盖给放上去 我们大概是以对角线这样把它给拧紧 先用手简单固定一下 现在我们用八毫米给它每个拧紧 先从中间的拧吧 这个拧紧了以后 就是你轻轻的这样搬拧紧以后 再给它用一点力 这样就行了 不要拧太紧 然后把每个螺丝拧得差不多紧的时候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发动机的空气滤芯的更换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